大家好,我是关心 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风景 春花秋月,冬雪夏产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季节 我呢,比较喜欢秋季 秋天是稻谷丰收的喜悦季节 也是草木枯黄,万物凋零的季节 我喜欢它的秋高气爽 也喜欢它的萧瑟异景 但是也有人不喜欢秋季 因为自古就有悲秋的说法 秋天总是给人太多悲伤的感觉 比如杜甫就在诗中感慨 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就连愁字的写法也是心上秋 心字上面一个秋字就组成了忧愁的愁字 同时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秋往往藏着或多或少的一些负面情绪 比如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成语 秋后算账和多事之秋 古时候的刑法一般集中在秋冬季节 有秋后问斩的法令制度 所以后来就有秋后算账的说法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成语 多事之秋 秋天到底有哪些事情比较多呢? 多事之秋主要是指事情发生很多变故的时期 它并不是一定特指秋季 但是古人在造字和造词的时候 并不会无缘无故就把多事的季节 强安在秋季头上 不然怎么不说多事之下或者多事之东呢? 对吧? 所以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 多事之秋一定也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那么多事之秋到底哪些摄多? 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有人说既然是秋季 那当然最忙的就是秋收 古人说春根下云 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时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一年四季各有分工 只有把握住每个季节 老百姓才能吃饱肚子 那么秋季自然就是以收为主 当农作物成熟以后 就要及时收割处理 光是秋收这件事 就让秋季被誉为是一年当中的大忙季节 除开秋收以外 秋季还有一件事比较忙 古人说天有四时 亡有四镇 天有四时就是指春夏秋冬 亡有四镇 就是说朝廷的镇里也要顺饮天时 春天适合庆典 夏天适合赏赐 秋天适合处罚 而冬天则适合行刑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秋后问斩和秋后算账 秋收以后老百姓开始清闲下来 这时候朝廷就忙着公开处罚犯人 老百姓都有空来看热闹 这就是古时候秋季第二忙的事情 多世之秋秋季除了秋收和秋后问斩以外 还有第三忙的事情 那就是让老百姓最害怕的战争 因为秋收过后啊 老百姓的穀仓都堆满了粮食 而且劳动力也闲了下来 可以征兆入骨 俗称抓壮丁 粮草充足 兵强马壮 所以秋季最适合发动战争 而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 选择秋季南下掠夺也正是时候 所以我们看一看历史就知道 如果想要打仗 古人一般都会选择在秋季发动战争 而战争一旦爆发 就必定有一方陷入危机当中 因此又叫危机存亡之秋 这是诸葛亮前出之表的一句名言 比如曹丕篡汉就发生在秋季 公元220年的10月份 曹丕逼迫汉限定善位 东海灭亡 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 秋季对老百姓来说 往往多灾多难 而对于国家而言 秋季往往是内忧外患 这也就难怪古人要把秋季说成是 多世之秋了 好了 关于多世之秋的分享就聊到这里 我是关心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点赞收藏 咱们下期再见